唯有看透才能够放下 而放下并不是什么都不要 放下不是放掉 而是因无所助 不让心沾连任何一点尘埃 告诉你因无所助 而不是放掉 很多人没有通打 他就断章起义 头脑如何放掉 智慧如何放掉 生活的磨练 人生一切一切的 这个知识行为 他都是人智慧的堆叠 如何换掉 你没有那些经验 何来智慧 所以到了最后 学伙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因无所助 知而不动 这个叫因无所助 我知道你在骂我 可是我OK 没有问题 你耐得了我何 这个叫无所助 人家骂你 你心里面疙瘩 这个有所助 你就会情绪被人家所掌握 现在问题在这里 现在很多人把 佛教那一种修行 误以为什么都不要 误以为什么都不要 不是这个样子 是你已经到了那个接次之后 而怎么样 把它简化下来 把它简化下来 而不是不懂 而不是放掉 这个问题就插在这里 所以很多人谈放下 放下谈何容易 你要不懂 你换不下 你要真懂才换得下 不是嘴巴讲的换下 你要真懂才换下 这放下里面含有看破 看透世间一切 你才真的放得下 所以不是表面文字那么简单 但是我们通常 若以表面文字 就要把它涵盖 一切的佛法 现在很流行的 我们随便做个什么 加个禅就不得了 禅茶 禅茶道 或者稍微一个打坐 就什么禅坐 怎么样 都加一个这个禅之后 就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破明相 要看它的内涵 而不在表象的一个单一字面里面 佛教的修行不是什么都不要 而是修到一定程度时 把生命简化 放下是真懂才能放下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平东采访报导